低潤廠南亞科舉行了新廠的動土典禮規劃 接下來要投資新台幣3000億 興建12寸新廠 預計2025年開始就會裝機投片量產 不過就在動土典禮的前一天 美國商會發了在台白皮書 明白的點出了 我們台灣產業界面臨的就是供電的隱憂 建議政府要確保供電穩定 而對此仍有參加活動的經濟部長王美花就說了 其實事先都已經跟廠商評估過 供電供水確定沒問題 開土平安 動土順利 南亞科12寸晶圓廠開工大集 總統蔡英文新北市長侯友宜 經濟部長王美花 政壇大咖紛紛到場祝賀 台塞集團大甲長王文淵當然也沒有缺席 畢竟這是南亞科轉型自主研發的一大里程碑 我們在跟美花分手的時候 我們兩盒大的 非常大的一個策略 一個就是說轉递機器的產品 你現在將近80% 另外一個是基礎自主研發 我們從2017年開始做十奈年級的基礎研發 回顧南亞科2007年歷經低潤價格崩跌 以及金融海嘯難關連年虧損 為了擺脫美光授權枷鎖投入自主研發 直到2020年週運開發出10奈米級記憶體技術 雖然最近因為通膨關係電子產品需求下降 不過南亞科還是相當看好未來市場 看好5G AI元宇宙市場 南亞科長期耕於低潤 不過美國商會提出白皮書 認為台灣供電問題需要馬上處理 我們的這個南亞這樣的新的投資案 事實上在投資之前 那我們都會事先跟廠商做評估 相關的供電供水的部分 都會確保無語 產品觀合作提升南亞科競爭力 未來也更有機會 與一線大廠三星海力士直接競爭 繼續有觀眾彭志華採訪報導 好不過說到南亞科 其實是台塑集團旗下記憶體大廠 那赤資總額三千億元 剛說到就是要興建12寸的晶片廠 這已經是近10年來 在科技領域最大手筆的投資了 預計2025年的時候 會裝機量產採用10奈米製程技術 每個月的話可以生產4.5萬片 專家分析了這個新廠 除了可以強化整個集團半導體的佈局之外 有望助攻台灣半導體產業戰略實力 台塑集團總裁王文淵 去年4月領軍旗下南亞科高層宣布投資 在新北市泰山南陵科技園區 建12寸晶片新廠 時隔14個月動土開工 搶搭AI 5G和元宇宙新商機 網文淵系數台塑集團半導體佈局 其中南亞科12寸晶片新廠是集團 近10年來科技領域最大手筆投資 從投資額3000億元目標2025年裝機量產 採用10奈米製程技術生產低潤 也就是記憶體 越產能估達4.5萬片 專家分析集團將互助搶室 包含上游矽晶圓廠台盛科 載班廠南電和後段封測廠服貿科 上下游整合擴大產業效益 再加上南亞科專攻立基型記憶體研發技術 也有望助攻台灣半導體產業戰略實力 產業界分析低潤是電子產品智慧化的關鍵元件 MIT企業建新廠擴充產能 讓台灣在關鍵記憶體供應市場 持續佔有一席之地 新新聞曹生謝宏睿 採訪報導 台塑集團總裁王文淵 在先前宣布辭去公總理事長職務之後 也在這場活動當中首度露面 出席了整個典禮 心情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過程中還很常全出笑聲 就被媒體問到說 如果真的電價調整了 那會不會出走呢 他說不會啦 還開玩笑說台灣是一個島 一旦出走就會掉進海裡 台塑集團總裁王文淵看到一旁有媒體亮嗆 出聲表達關心 在3月14號宣布辭去公總理事長職務後 首度露面 出席旗下記憶體廠南亞科新廠動土典禮 不時發出笑聲心情看起來還不錯 王文淵放聲大笑長達兩秒 笑到眼睛眯成一條線還挑起眉毛 更樂觀看待後世發展 也承諾即使電價調整 身為MIT台廠台塑不會出走 這個產業一定會需求量 需求這個D-ROM會增加了 我要去哪裡啊 台灣是一個島呢 我一出就掉到海裡啊 王文淵在典禮中 還致贈金元回禮給總統蔡英文 和新北市長侯友宜 雖然互動不多 但是睽違三個多月 首場公開活動 回顧3月14號 他因為303缺電議題 與時任公總秘書長蔡廉生看法不同 甚至直言無法截至秘書長執行業務 因此辭去理事長職務 公總到4月6號 最後期限都等不到王文淵接受魏留 魏留王文淵理事長 同時讓蔡廉生 跟秘書長繼續工作到有尊嚴的退休 這是好的結局 最終王文淵和蔡廉生都離開公總 只不過相比起公總紛爭 王總裁投入集團新佈局 助攻台灣半導體更加重要 金新聞 蔡廉生 顧佳蓁 陳志豐 彭智華 採訪報導 決定雷生都離開公總裁 市集團基督 怎麼答弄 投入集團 電視機 前後 公民建設 電視機 電視機 電視機